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 这个前天呢,我们说连运港最美女夫妻许燕案呢 又出现了新的反转 首先啊,当然是网上那个流传很广的那个美女的图片 包括过生日啊,包括在一些什么餐厅啊 那个市主已经出来辟谣了 那个并不是那个女夫妻本人 当然了,女夫妻的真人照片呢 在司马南就此做的一个解读的视频里呢出现过 不过打上了马赛克 那么这个司马兰对他的这个评价呢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那么首先是这个江苏的这个法院系统啊 灌南县人民法院啊 他在3月12号在网上发了个声明 这个文件叫苏0724行出166号 许燕敲诈勒索一案 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宣判 并将判决书传达给许燕 许燕在法庭上诉期间 法庭上诉期间内提出上诉 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期间 一审判决书未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 裁决文书的规定 法是2016-19号第七条的规定 该文书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前 不应该在互联网上公布 故予以撤回 这是江苏高院发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就让人们抖身两个疑问 就是难道灌南县人民法院 不知道在上诉期间 一审判决没有生效 不能再网上公布吗 就是这个灌南县虽然再偏僻 再穷或者再小 那他的工作人员 连这点基础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吗 那当时要公布这个文书的人 他是出于什么动机 他是谁 那么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是那些人非常明确的知道 这个许燕可能不会上诉 不会有二审 于是就把一审判决书就作为结果了 后来许燕在上诉的时候呢 他家属给他请了一些特殊的 类似于人权律师一样的律师 但是被官方强行劝说 最后是所谓家属自愿 不用原来的律师 用法庭指定的律师 大家知道这种案子 本来就是社会影响巨大 非常复杂 怎么可能是采用法庭指定的律师呢 那第二种可能啊 就是这个 当时把这个文书公布的人 他是出于另外一种目的 就是他知道这个案子 有巨大的冤情或者争议 所以他 在这个案子快要尘埃落定的时候 把他给公布出来 就是为了引起社会的舆论和关注 然后这个时候呢 许燕在提出上诉 这时候对他的上诉有利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案件从 他一审判决开始 就有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在介入了 一审的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是判处这个年轻的女警 94年出生的许燕是13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500万 而且呢 这个500万是在追缴了 他的所谓非法所得372万之后 还要再罚他500万 那么他是个94年的年轻的女辅警 他的家庭呢 也非常的普通 你就要一个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 一下拿出500万 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啊 除非好几道房子呢 肯定是要卖掉一套了 对于一个在小城市的人来说 这500万就像山一样 所以呢 这种众叛也引起了社会的哗然 灌南县呢 是连云港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也是江苏苏北原来著名的贫困县啊 江苏最穷的地方 可以说就在这个附近 他的脱贫呢 也只不过是二三十年的市 这个县级市不大 但是跟这个女夫警 许艳有染的官员 几乎是覆盖了公安 教育工商等等 小半个县城的官场 于是呢 就大家就不禁疑问了 就是这么多人 共享这一个女夫警 而且长达七年时间 这件事在当地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或者是这件事在当地 是不是早就已经很出名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么再追问一下 这个事情是不是当地官场的一种传统 是不是除了许艳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是不是存在着 这样一种很普遍的共享单车群 那么这一系列的疑问 从一审判决书当中 从中国国内对许艳的报道当中 你根本得不到答案 但是呢 你会细思极恐 然后呢 就是人们对于 加在这个许艳头上的众判 也感觉不理解 进而同情 进而愤怒 因为呢 他有一个不同于 以前我们新闻上看到那种 靠性贿赂 靠做生殖器 升上去的那种女贪官 那种女贪官呢 一般身居高位了 性贿赂也已经有多年 也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但是这个女负警不同 她是在20岁 也就是2014年 加入这个派出所吧 她就好像开始 被上司当作新贿赂的工具 她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殖器 最后呢 职位还是一个普通的女负警 并没有升上去 那现在又加上这种重罚 所以让人们不仅对她有一些同情 再看那些所谓的受害者 她们要么拿出十万 有的几十万 还有两个是一百万 许燕让她们给现金 她们也就给了 她们给的这么爽快 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公务员 哪怕是派出所长吧 哪怕是公安局的什么局长吧 如果按照真正的法定工资 是不是能这么爽快的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的派出所长啊什么的 都是大笔的灰色收入了 但是既然这个是提到了法律层面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 这个官方有没有去深究 事实上官方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里面人的其他的连带的刑事责任 这里面唯一唯二两个被刑事处罚的人 其中有一个还是原来的流营港公安局海州分局陆南派出所的所长 后来还升任海州分局副局长的刘某 他是在2019年就落马了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除他和另外一个人受到刑事追究之外 其他的十几名官员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罚 都是内部处分 处分的甚至都结果都不公开 大家都只知道这个许燕是敲诈勒索 被众判了13年 这就相当于是一群嫖客嫖一个妓女 然后嫖客都没事只罚这个妓女 但是在这件案件中还绝对不仅仅是嫖客这么简单了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性贿赂的腐败网络 因为里面有公安系统的上下级 有跟那个其他部门的领导 那么这个年纪轻轻20岁的女孩加入辅警的时候 她才20岁 那么是不是她一开始一进到单位 她就有意的自愿的主动的去勾引她的这些上司领导 而且不同单位的领导 是不是她一开始处心积虑在规划着利用这些人 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 那么这些年她好像除了这370多万 还有一个普通的辅警身份之外 好像她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利益 那如果不是她主动有意为之 那么又是谁去引导诱导甚至是胁迫她的 如果是胁迫她是不是构成了胁迫罪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人穿针引线 不断的介绍她给各种人去做这个肉体交换 是不是构成了这个叫什么组织卖淫罪 鉴于她的这个女辅警身份 那么辅警虽然不是警察 但是呢你对她做一些不法行为是不是构成 襲警罪或者甚至是有没有违反刚刚出台的这个侮辱阴烈罪 为什么对那十几个所谓的受害者 这些罪名呢都轻轻带过 仅仅是一个内部处分 网络传闻中的这个女主角 女侍主出来辟谣说这个照片是我的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这三天里关于这件事就没有其他任何的 新闻或者没有其他任何的新闻通稿 然后突然这个一审判决被撤销 她爸爸也能够接受采访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三天里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著名的这个大左派啊五毛军师司马南 连续两次发视频去力挺这个许燕 她直接了当的认为这个就是欺压弱势群体 许燕就是这个弱势群体 说八百万加上十三年徒刑是要整死这个小姑娘 还搬出了新颁布的民法典 认为这个许燕啊要求分手费补偿费 甚至都不构成敲诈勒索 她引用了几个刑法学家的这个论述 还拿猴子上述摘桃子用来交换 这个跟母猴子的交配权 这么粗俗的比喻来做类比 甚至还大逆不道的指出 社会存在着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压迫 是老百姓造反的理由 可见这个司马南好像为了许燕案件也是拼了 一改以往不管任何的丑闻都要维护官方的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对她这种行为呢 人们给出两种解释 一种呢这是左派的价值观 使然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第二呢就是得到了某种上面的暗示 那很多人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还大一点 因为大家如果稍微回顾一下这几年一些比较重大的 社会反响极大的案件 还有案件主角是女性的案件 你可以看到呢 一般在案件的中后期都会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啊 在让这个案件顺着社会民意的方向再偏一偏 我呢就是以前好像我现在想不起来 以前做过几次节目啊 我认为这个可能直接来自于习近平啊 或者是彭丽媛 因为像清朝还有洋乃武与小白菜 这个满清一大奇案 最后还是靠慈禧的撑腰沉冤昭雪 那这次的案件呢 虽然案情不复杂啊 但是所谓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而且后来又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判决 搞得呢民怨极大 如果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一审就判了 这个案件必然载入中国刑法史啊 也会让这个习近平年代啊 遗臭万年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呢 可能最高层也注意到了 亲自呢给出了一些指示 想要做出一定的这个扭转 但是我还是不太看好这个许宴的 最后的下场 就像我上次节目说了 中国的公平都是第二种公平 他不会让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真正翻身的 但是可能会加重处理一下那十几个人 总之呢连岗辅警 这个崔美辅警这个事呢 是一个大丑闻 但是草草的众叛这个年轻辅警 轻轻放过那十几个官员 是扩大了的丑闻 在习近平反腐打黑九年以后 或者说这个事件其实是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打黑 信贿赂却在中国的基层泛滥 那不得不说这种由最高层发动的运动式的 有指向性的反腐 工具式的反腐 离现在公民要求的那种普遍的 以法律为准绳的 无差别的反腐呢 还是相去甚远 好 今天呢 关于这个凌云港最美辅警案的一些补充呢 就说到这里 大家对这个案件有什么资料补充 或者有什么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到电报群里 at我或之加入股票群的方法 那么电报群的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 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 审时多事讨论 链接在节目下方 审时多事频道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 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